遇着趕時間 好多人都會不理那麼多就衝上的士 不過逢亂大家千萬不要 不怕落錯車最怕上錯車 昨天東章Plus 報道過 在銅鑼灣八德新街的士站附近 出現了一個奇異景象 一架紅的凌空橫越馬路 接著就停泊在右邊的行人路 眨眼一看幾乎和馬路上的紅的一模一樣 看真點 它還有車牌、頂燈 連牌子Logo都有 只是比一般的士小了少少 這架紙紮的士 象徵度真是超高 一時看不清上了車 就真是不知會斜你去哪 如果要乘車的話就會 會接它 一下懵懵地上去都不推定 如果過身的話 會不會想人家燒一輛這些給你 我不想 為甚麼呢 我都不想過身點 哈哈哈哈 這個又不是殯儀館 又不是火葬場 你不可以放在這裏 不要玩這些 如果你晚上嚇到人 我很少乘搭的士 但是我都不 我見到它的形象 不是那麽OK 我也不會回答 你會不會不小心上錯車 你覺得 當然不會 哈哈哈哈 這些很簡單 你會不會上錯車 這樣就不會 看上去都像紙紮 這樣遠遠看就難看些 肯看你就看到了 買都買一輛私家車 當然私家車威風一點 的士有甚麼不威風 在下面都要威風 死人就要威風了 哈哈哈哈 整輛紙紮的士 放在的士站旁邊 各位的士行家又怎樣看呢 現在去到的士嗎 你怕上面沒有的士搭嗎 如果有人怕去了之後 沒得坐的士都要燒的了 你會不會呢 我 我不坐的士所以我不用 我都駕駛了這麼久都很厭 大哥 現在還要駕駛到那裡 不是吧 你有沒有搞錯 如果你現在訪問 將來你又要訪問 那就是這樣 對不對 剛剛才不可能 有些恐怖 看上去就 為何覺得恐怖 始終都是紙紮的事情 有些不努力 是啊 都是有些這樣的感覺 最近的士排價大跌 不知道這部多可亂真的的士 又值多少錢呢 一比一 四千元以上 這個程度比較精細一點 六千八元 如果你說簡單一點 三四千元搞定 多數是給先人 或者有些做的項目 尤其在萬聖節 很多這些個案 這麼值錢的的士 就這樣擺在銅鑼灣路邊 難道擺路仔 難道是航摩的 通通不是 其實是一套電影的宣傳道具 真是不聲不聲就嚇你一驚呀 好